欢迎来到史仁云频道 我是每天分享一个历史小故事的史遇 说起隋唐 除了天克汗李世民以外 最为世人所熟知的 莫过于他麾下的秦府旧将 可以说 李世民任秦王期间能履历战功 这些武将功不可没 如玉池弓 秦琼 程之杰及程咬金 段志玄 侯军吉 张公锦等人 不仅位列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还是隋唐演义中的主要角色 尤其是《御池静德》与《秦书堡》 更是许多评书 戏曲乃至民间传说中的主角 元代已将 马踏黄河两岸 剑打三周六府的《秦书堡》 与日抢三观 掖夺八寨的《御池静德》 一度被描绘成了 被百姓所崇拜的门神 可惜的是 演绎与历史终究有较大出入 不同于小说演绎 历史上的秦府就将在 步入贞观年间后 并未延续昔日的辉煌 反而表现得十分低调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 真观年间的秦府就将 从结局来看 秦府就将大概可以分为三位人 一者参与谋反 而后兵败身死 如侯军吉 张亮等人 二者早早离世 未有幸见到真观之志 如秦琼 段志玄等人 三者虽然活跃 但也险少挂帅出征 如玉池弓 程咬金等人 以玉池弓为例 在玄武门之变与逼迫李渊退位 这两件事中 他出力最多 立功最大 据旧唐书列传第十八记载 即论功 静德与长孙吴继为第一 各次卷万匹 其王府才必弃武 封其全体 静次静德 同年武德九年 六百二十六年九月 玉池弓升任幼武侯大将军 静吴国公 获封一千三百户十亿 然而 备受李世民弃重的玉池弓 却在这之后显有作为 贞光元年六百二十七年 玉池弓破突厥于京阳 可等到他下次出征 便已是贞光十九年六百四十五年了 而且还不是单独领兵 彼时 李世民亲征高礼 玉池竟得从征之 与他相似的还有成之解 其军事生涯同样在贞光年间 暂时画上了句号 以上种种是否说明 唐初年间的战时并不多呢 显然不是 因为贞光年间的大型军事战斗 主要被二礼被包了 在秦府就将贤富在家时 李静 李继二人返到明镇东北 恩府西域 综上 不难得出结论 前两者早是与谋反被杀者 的确是秦府就将在贞光年间 颇为低调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更加值得深思的 还是玉池弓 程之杰等人 仍活跃在朝堂的他们 为何不如以往受重视了 恩 行言武修文 与李世民的执政方向背道而驰 是秦府就将在贞光年间 地位衰落的根源所在 贞光元年627年 封德仪在李世民面前 吹捧军事武功 当即遭到后者反驳 见唐会要卷33 朕虽以武功定天下 终当以文得随海内 文武之道 各随其时 宫为文荣不如倒立 思为过矣 李世民的文质思想 于此时初见端倪 即至贞观四年630年 李世民已明确表达出 自己言武修文的政治主张 据资质通建唐记九记载 尚李世民为长孙无济约 贞贯之初 尚书者监云 人主当独运威权 不可伪之臣下 又云 宜朕要威武 争讨四宜 唯未争劝朕 言武修文 中国祭安 四宜自服 朕用其言 出唐能有贞贯之志 离不开李世民文武并重的政治主张 打江山难 守江山更难 武将出身的李世民 在登上地位以后 能虚心纳贱 并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为文质 输为不义 大见其功夫之身 所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 武将出身的秦府就将遭遇冷落 也是在所难免的是 谁叫他们没有像李靖 李济这般 做个文武双全的能臣呢 没错 二李虽然在贞贯年间屡历战功 但有意思的是 他们最终都有五转文了 李靖因军功委千位尚书又蒲叶 成了治国的宰相 李济不甘示弱 历任宾州大都督及李治夫长使 同中书门下三品 太子太师等文职 三明君臣之意 严格意义上说 李世民通过 世兄逼父的手段逐的网顶 算是的位不正 为此 李世民当然要不遗余力地 宣扬君臣之意 为了避免后人向他学习 李世民不止一次强调 君虽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 于此处所见 反倒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 但对李世民来说 这的确是无可奈何的办法 为了消弭自己 发动玄武门之变 带来的消极性的政治影响 李世民在位时 经常把君臣义众挂在嘴边 据旧唐书《太宗本记》记载 量由君臣义众 明教所先 故能明大劫于当时 立清风于身后 由此可见 明定君臣义众 已成为李世民的执念 问题便出在此处 在当年的玄武门之变中 玉池靖德 承之解 秦琼 张公锦等人 是出过大力 立过大功的 换言之 秦琼就将与李世民 都已被打上了 反君臣之意的标签 在此情形之下 李世民自我安慰到也就罢了 可他却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这些秦琼就将 倘若李世民 再毫无顾忌地继续重用他们 岂不是又违反了 他自己辛苦宣扬的君臣义众 正因如此 秦琼就将与玄武门之变一样 都成了李世民 尽量避而不谈的话题 可凭心而论 李世民又是有容忍之量的 抛开数次顶撞他的未争不谈 这些秦琼就将 虽然有了一些不光彩的过往 可只要他们自己不去主动作死 大多还是能得以善终的 无非就是遭遇冷落 仅此而已 四 拔四方知事 陈寅克先生曾在论随末唐初所谓的山东豪杰一文中指出 山东豪杰是唐初功臣中的山东人士 他们为玄武门之变出力颇多 因而在唐初政治上占重要地位 由此观之 山东豪杰出身的秦琼 城之杰以及山西的玉池宫等 秦琼就将 之所以能在初唐年间扬明显达 与他们对李世民的支持有莫大关系 不过 在李世民开启真冠之治后 这些功勋旧臣显然无法满足他的治国需求了 彼时 秦琼就将在朝唐占比颇高 可李世民不仅需要山东士族的帮助 受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 他更离不开光隆贵族的支持 而且为了均衡东西 南北之争 李世民还需要提拔一些江南士族入室 一份蛋糕就这么大 新人要多分一口 老人就会少分一口 因此 在李世民把卓四方之士的执政倾向下 昔日辉煌一时的秦府就将 也难免会走向衰落 这是导致他们在争冠年间低调无比的直接原因 据旧唐书《秦书宝传》记载 书宝从朱建成 元吉 侍宁 拜佐五位大将军 时时封七百户 其后美多疾病 英卫人约 吴绍长戎马 索经二百余镇 旅中重创 既无前后出血一属胡乙 安德不病呼 十二年族 郑徐州都督 陪葬昭灵 或许他们最后的结局都随着历史的长河一起 淹没在尘埃之中了 了解更多趣味历史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人物 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 谢谢大家